我们说马路如虎口 但是呢就是有人不怕死 大陆贵州有一个男的 划那个直排轮 划到公路上面去 而且呢还去抓着 小轿车的车尾 享受飙车的快感 看了旁边人捏把冷汗 这真的没看错 白色小轿车的后车尾 多出一个人影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 原来有男子在溜直排轮 这位行人的此种爬车行为 是不对的 如果遇前车急杀急停 即便到或者说后车追尾的话 将会造成此爬车人的伤害 大陆贵州这名男子 自认易高人胆大 划直排轮划到公路上去 还搭起顺风车 享受飙车快感 看着旁人替他捏把冷汗 轻信的是轿车一路开得平稳 最后在一个转弯处 男子结束搭便车的旅程 不过这个行为已经触法 可处人民币50元 但另头在浙江这条高速公路 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突然变道指中间车道 像导弹一样 追着前方正常行驶的一辆 白色本田车撞上去 只见白色轿车 先是高速撞上右侧护栏 跟着360度大转圈 又冲向中间隔离带 过程宛如自在拍摄电影大片 造成白色轿车严重变形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而赵氏车主表示 没喝酒也不是疲劳驾驶 可能是闪神念货 都说马路如虎口 一时大意 小心赔掉姓鸣 记者综合报导